这时,男子双打也进入了第六轮,打得更激烈。 中国选手周兰孙、于长春对日本选手木村兴志和小中健。 双方各拿了两局,现在是第五局。 17比9,中国选手领先。 周兰孙和于长春一左一右配合默契,打过来抽过去,针锋相对寸目不让,再攻再打草球。 中国选手以3比2战胜了日本选手,也是最后的一对外国选手。 这样,进入前四名的完全是中国选手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观看